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方选手是吴惠利 这是里游奥运会的冠军 也是本级别的一号种子 而红方选手是金战利 通过海选赛获得第一名 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在上一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吴小慧 获得了紧急八抢资格 吴惠利的一个直权 最后又接了一个躯干的打击 现在是3比0的领线 吴惠利这名选手 他的战术变化这么多 也非常的老道 参加比赛也是非常的多 八八年的 八八年出生的一名选手 中国也有多名选手 经常会有跟他比赛 会交手 据我对吴惠利的了解 他战术变化还是非常不坏的 而且他的打法 就是跳动是比较多 中国的教练就在旁边看了 就不做临场指导 两个选手自己去打去了 对对对 那还是要有的 即便是自己国家 还是会有不同的教练上场指导 打法类型都差不多 所以对于欧惠利来说是有优势的 那对于这名小将 经常地来说 他就是去挑战一次 这一一局比赛 目前双方都还没有得分 依然是青方的5匯利 5比0风险与虹方的选手进展地 其实在韩国 我们也有了解到 在韩国他们跆拳道比赛已经是职业化 你像欧威利现在效力的公司应该是在GAS 然后还有三星 他们有不同的职业队 所以对他们来说比赛已经是功夫 他们是会有全年的职业联赛 对对会有自己的职业联赛 而且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刚才两位选手各有一次的击投 然后是吴惠丽的一个倒地 分数是到了8比4 他已经算非常不错的 小将打出来可以很早不到20岁打出来 17-8 刚才乌惠丽一个旋转的技术 现在是迅速的上分到了12分 现在是迅速的上分到了12分 也是在不停地找机会 但是得分能力确实相对差一些 其实在和于晓慧对战的时候 我就觉得金专丽他很坑的 得分能力还真的是不是特别强 吴惠丽能够夺得奥运会的金牌 主要靠的是他哪些方面的特长 他整个比赛的控制还是不错的 而且依然是我说的就是韩国队的优势 在面对不同的选手 你可能感觉不出来像英国选手那样 有强大的进攻能力 或者有一套自己的打法 他是面对不同的对手 他会灵机应变能力非常强 我去靠战术啊 靠我的这个战术的安排来 节奏的不同来变化 让自己在场上显得更加有优势 欧海里每次赢底赛 总是会就是赢三两分 或者是我落后的时候再追回来 对 刚才进战术一通猛攻啊 现在追到只上两分了 双方体能都有下降 最后的十秒钟 打停 最后还有两秒钟的时候 进入加时赛 总是在加时 双方都没得分 比安卡沃格登也有一场 跟土耳其的选手 也有一场非常精彩的加时赛 哦 加时是 谁能够首先进攻得分 对 先 谁先得分 谁先 要么攻击进攻的 哦 持拳很危险 对 他价格是在这一中处 目前看来如果双方多不得分的话 应该是红方赢 因为红方已经有四次击打 有接触的击打 那清方只有一次 那最后 如果红方能把 哦 非常有经验